除了在教育模式上注重文化 黄河还在自身的文化修养上下足功夫 为了弥补自己文化不高的遗憾 书法变成了黄河修身养性 提高文学素养的一大爱好 很难想象 这样大气却又不失清秀飘逸的隶书书法 是出自于一名专业的乒乓球教练之手 除了书法 黄河教练还热衷于摄影 只要一有空 他便一拿起照相机去捕捉沿路的风景 所以说很少有那个时间去进行其他的